评论说有人说让我们说一下彼此的第一印象 哎呀我觉得这个很好玩 对这个很好玩 可以可以 你们先说吧 让我听听 先说你是吗 先说你就是很温文尔雅 然后带着一个保余杯说话也很晚 那个我是宇宙练 哎去切唱 之前咱们两个合作过 是不是这个样子 对我说话却这个语思有点慢 好那我接下来聊聊观唱吧 我第一次见她那是很早 很早之前 是当时拍那个《眼归戏窗月》的时候 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她 因为我们在一个戏 然后就觉得这个女孩特别文艺 然后特别聪明 我记得好像我第一印象对你 我现在想起来 我就觉得我第一次见你 应该是在一块玩那个老人杀的时候 我觉得她的头脑逻辑特别聪明 因为我玩那个老人杀特别惨 我觉得这个女孩很多 就是逻辑能力很聪明 然后手法也就是 调理亲戚 这是我对她的定义 才是特别聪明 然后又带一点文艺范儿的那种感觉 就很有自己的生活品质 很有自己的生活个性 夸了这两年 完全夸了我的新街二场 你看看 我说的是水花 我都是真诚的 没错没错 我的确实才蛮文艺的 没错没错 我觉得非常的敬业 然后又非常就是 就平时我们私下 她也会说 九年以后我们要不要做东西 提前顺一下剧本 这一点我就觉得特别专业 而且我们拍起起来 真的会时间非常的紧 大家休息时间都是不够 而且她非常的专业 她也从来没有抱怨过任何的问题 然后私下会跟我讨论剧中的人物 或者是这场戏怎么去演 反正遇到你们几个 我觉得我觉得挺有缘分的 然后也很 就很开心遇到你们几个 而且咱们私下关系 也会经常有二剧 这个挺好的 就很幸运吧 遇到了这么多合拍的人 幸运吧 遇到了这么多合拍的人 对 而且我觉得咱们这么认真的去 做一个剧 这个剧未来效果一定会不错 刚才我看她半过天说 在那个枣头 为什么咱两个人的耳朵 为什么那么红 我觉得那场戏挺挺痛苦的 打得起 咱俩那个木桶里 这个已经播了 对对对对 那场戏只有一点点害羞的 因为是刚刚开戏 第二天还是第三天才拍的 那个不开戏 对我觉得咱俩第一天就拍了车场戏 对我来说 真的对我俩来说 这算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很大的挑战 虽然说之前有熟悉过演技 有搭过戏 但是没有这么亲密的 去拍一些亲密的顶头 然后结果第一天就要挑战吻戏 第一天真的是一个 每天都拍完了之后 然后导演第二天都会在这个 解释器面前 然后给我看你们的那些 吻戏的片段什么时候 我在旁边就磕到了 磕到了 我导演自己也很磕 对吗 哈哈哈